好消息网3月22日报道 近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曝光称 美国正在更新其对朝鲜作战的5015计划 这项计划以先发制人为特点 其中包括使用特种部队暗杀朝方关键人员 以空袭打击和设施等关键目标的内容 实际上美韩对朝鲜半岛的战争设想 已经准备多年并有多套方案 而且这些方案并不仅限于对朝作战 还大多考虑到了中国因素 美韩准备多个作战计划 此次曝光的5015计划 只是冷战后美韩为军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而准备的作战方案之一 根据一支信息 针对假想中的半岛战士 美韩至少准备了5015 5027和5030等多个计划 并根据最新的军事形式和技术发展更新计划细节 其中5015计划以先发制人打击为主 强调大量使用隐形飞机 巡航导弹 电子战等手段 在第一波打击中就摧毁朝方指挥中枢 和设施和反击能力 力图将战争控制在较小规模 5027计划的设想则是大规模全面战争 其设想在朝韩爆发冲突后 以五个阶段的作战实现目标 第一阶段 韩军及西太平洋美军全面动员及出动 第二阶段 利用关岛冲绳等基地的轰炸机 以及航母编队舰艇及核潜艇上的巡航导弹 对南北分界线附近的朝鲜部队 特别是其炮兵部队进行攻击 削弱朝军沿三八线防御 第三阶段 美韩地面部队发起进攻 打开朝军防线缺口 向北越过三八线 第四阶段 美韩两棲作战部队在朝鲜东西海岸登陆 并与地面部队配合 对平壤展开向心突击 第五阶段 围困并占领平壤 完成整个作战 可以说 5027计划是一场类似于朝鲜战争式的大规模战事 虽然美军也许很满足于这一计划 在军事上的完整性 但韩国方面却十分担心 该计划造成朝鲜半岛的毁灭 因此一直对此计划有所抵触 应该是为了回应韩方的担忧 在2003年前后 美方又制定了一份新的作战方案 5030计划 这份计划加入了很多策略性的要素 例如 设想由美韩以临战态势 进行一次持续数周的大规模演习 迫使朝鲜转入战事状态 民众躲入掩蔽部 军机反复起飞等 以消耗朝鲜的生活物资和军用燃料 待时机成熟后再发起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韩的这些军事计划中 大多都涉及到了中国 毕竟在朝鲜半岛曾经发生的那次战争中 中国成为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 以5027计划为例 由于其设想的是全面战争 因此其在计算投入兵力规模时 也不得不考虑到中国介入时的情况